大家好,我是小鹅 今天分享一下土豆和面粉特别好吃的做法 300克面粉加3克盐增加筋性 用150克温水搅拌成面絮状 加少许食用油 加油一是和面不粘手 二是做出来的面是更柔软 揉成光滑的面团 按满上刷上一层薄油 把面团搓成长条 分成大概20克大小的剂子 记得它刷上一层油 油可以增加延展性 盖上保鲜膜,醒20分钟 也可以提前一碗冰箱低温醒面 面块快醒好的时候,我们再来调馅 土豆去皮,擦成细丝 加少许油搅拌均匀 一是防止氧化,二是隔绝盐分,减少出水 青椒洗净,去紫 切成细丝,放入土豆中 加少许盐,鸡精,花椒粉 小抹香油,进行调味 喜欢吃辣的朋友,可以再放一点辣椒 洗好的面块特别特别的有弹性 我们用手把它给按长一点 然后上下,擀上薄片 如果不够薄,我们还可以再扯一下 放入调好的馅料 从一端紧紧的卷起 两边向中间遮叠一下 收口处压薄一点 饼皮做好之后,可以放冰箱冷冻保存 随吃随取 可以烙手,也可以蒸手 平底盘刷上一层油 放入做好的饼皮 也可以直接放在壁子上,或者笼布上 开水上锅,大火蒸10分钟 关火,每五分钟再出锅 一定不要着急出锅 不然的话饼子就会像我这样塌陷了 这样做的饼子,外皮特别特别的柔软 内馅的话是软糯,特别好吃 喜欢的朋友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